记者罗新珍屏东报道,屏东县立港警分局严谱分住所,日前解惑超商报案,只有外籍子女意图窃取化妆品,原警到场后该外籍女满口英文欲装傻,不料碰上文早败宇大学毕业的女警刘烟敏,也说的一口流利英文,外籍女闲见无法蒙混,财叹成形妾。 警方表示,严谱分住所远警上月7日,17日在巡逻时接获报案,立即赶往辖内一处超商,到场后发现店家怀疑一名来自菲律宾,在台工作的46岁女子阿密,意图窃取超商物品,被发现后便称忘记结账。 警方调查,原来与解账阿密在事发多日前,7月10日,就已经到过该超商,涉嫌将未结账的粉饼藏在手中,以包包遮掩带走,此次预估计重施意图行切眉笔,店员从监视器看到阿密不时跑到置物价前,行为鬼虽可疑, 当他结账其他商品时果然被发现藏了眉笔,但他满口英文,似有一桩傻蒙混,店员傻眼只好报警,结果到场处理的警员刘烟敏,毕业于文早外语大学英文系,并复修法文,还曾经在外商公司服务过,说的一口流利英文,阿密虽便称在台湾花了不少钱,不可能偷200多元的东西, 但后来发现廖英文也没办法脱身,加上女警小李大义,他才坦诚行切,店家虽然愿意原谅阿密,其在台湾竹也出面缓夹,但切道鼠公诉罪,警方寻候仍将阿密依切道罪移送法办。